星星保佑 这次台湾人民 关怀人为心表明 这次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妙地生 这次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妙地生 各位维心闲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床位是让我们灵魂能够安住 我们要荣日自然 荣日你在地球 南北极 它的市场引力 若是我们违背了市场引力 那我们睡起来会很累 好像永远睡不饱 或是睡了 起来腰酸病痛 各种的问题都出来了 有如东西事命之说 这个是头这边 脚头这边 一个是东西命 西事命 两个人睡了 光闻这个臭脚 就没有办法入民了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一张床 是要让我们的生活 习性 我们的磁场 要融为一如 那就是再造病 再重新创造 新的身体健康机能 所以床位啊 是非常的非常重要 不要等闲四肢 总而言之 古代的床 和现代的床 完全不一样 但是最重要 就是以人睡的为主 而人的生命是活的 细胞是活的 人会发出能量 和地球磁场的反应 会融在一起 融为一如 那你睡了 就会健康 就会心安 昏安 若是我们摆错了 就会影响到 睡觉起来 患得患失 或是永远睡不饱 或是睡得就 睡得太饱 所以一定要恰恰好 曾经我们有信徒 他奇怪 疏忽 我睡觉一睡 到天明 还爬不起来 为什么原因 我说你已经违背了 磁场的反应 你的床位睡错了 头顶 是不是 你有什么特别的 障碍物 有 后面是一个漏水炉 漏水炉 一烧 他头一睡觉 就像这样 这里的烧水炉 这里的肉水炉 在这里 呼呼呼呼的 因为我们的头 因为我们的头 头顶是阳电 头是阳电 脚是阴电 乱流了 这阳电 乱流了 乱流了电 所以 你睡觉 就违背了 平衡法则 这个各位要注意啊 各位卫星前世 及各位失望 善知识 床位的位置 有点非常重要 现在一些邪说 是不可靠 说你是东四平 老婆西四平 孩子又是东四平 女儿又是西四平 这个媳妇又是西四平 弄成全家 床位你要怎么排 就曾经遇过 一位民意代表 他的床位 就是这样排 他就分东西四平 东西四平的 老婆排这边 老公就是这边 女儿这边 儿子这边 弄成全家 母沙沙 我去看 他家里怎么那么不合 那你的床位 你怎么这么排 他我听弟弟师说 我是东四平 老婆西四平 谁要分房 他那 夫妻为了分房问题 几乎每天在争在吵 思想也不同 理念也不同 所以 弄成家里乱沙沙 以为家里有 鬼祟 血模 血分 就来请示王产老祖 那我就到家里去看 就看了 老公是这里 老婆睡这边 孩子 不同 老公那个没有问题 问题是老公老婆 这一个东西病 一个西西病 所以 老婆身体又很不好 老公身体很好 老婆又需要人照顾 老公说不能睡在同一个房间 不同命 所以老婆身体又很不好 胡说八道 那我 见一张 看老婆要来跟你同一床 或是你去跟老婆 同一个床来相互照顾 这家庭不是圆满和谐的吗 我说这个风水学之说 有的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有的是有真理 所以夫妻就开始 就同房相互照顾了 过了几天 和老婆 带来拜老祖 就非常高兴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 东西西病之邪说 不要相信 以免造成很多很多的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吴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吴光 新转发 吴光 新星辰 作 light 非常地深奧,也是非常地淺嫌。 曾經我遇過有信徒, 把他的爸爸從鄉下把他接來, 在這道道書裡面想要孝順自己的爸爸。 那麼他咧,他就國藝間孝親皇。 隔夜孝親皇。 這裡原來就是有化文職。 所以他把他爸爸接來這裡,床位睡在這裡。 把他爸爸從鄉下來,來這裡住了。 身體一直一直一直摔, 把體力一直沒有了。 換頭換尸, 三更半夜起來叫。 他以為遇到鬼, 就來求助於王坦老祖。 那我就用意譜掛。 這是他的父親的床位, 位置出的問題。 我要請教他, 你父親的床位你放在哪裡? 他台圖畫給我看, 就是在這下面。 下面是畫文職。 畫文職, 他措手在這裡。 畫文職, 在這裡, 在湖邊。 這個孝親房就排在這裡。 床位下方。 就是畫文職。 往裡換了大忌, 風水學大忌。 床位下方不可有畫文職。 好, 這個身體會衰弱。 好,那這位先生。 恍然大悟。 好,原來下面是畫文職。 下面是蓋好了。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腦意識, 那個地方下面有畫文職。 孝親王就在畫文職上。 這個思維的反應和感應。 反應出, 晦氣。 所以, 他爸爸, 來這裡住了, 身體越來越差。 發生這種現象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人耶。 所以我們奉勸, 年輕人, 中年人, 把你們家裡的孝親房, 或是孩子的臥室, 絕對不要放在畫文職之上啊。 各位維新神志基, 各位什王善知識, 天底下的風水學, 千奇百怪, 無所不由。 曾经我们遇到 少部分的信徒 常常喊说被鬼压床 鬼压床 就去人家收经 做消灾 花了很多的钱还是无效 还遇到邪说说 家里的鬼很凶 不是要用多少钱可以买得到的 才能把他赶走 有一天 刚好我路过 这一位先生和夫人 挡路 说希望去他家里看 抓鬼 我说你家里没有鬼啊 有讲给我听 我就进去看 我说你的 把床位 我看 结果进去了 在澳楼 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梁 梁来压在胸口 所以晚上睡觉就是有鬼在压 鬼压床 大声小声 喊了也动不了 我说你把床位移开嘛 或是天阿板 定天阿板起来 定天阿板 那就好了嘛 法拉摩这一位老板 听我的建议 很快将天阿板 定起来盖住了 孩子晚上夜哭 梦游 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所以老祖 要我们趋吉避凶 就先从风水学 来改善 你就可以趋吉避凶 所以床位的大忌 床位不可安理梁下 如果梁用天阿板盖起来 那就无妨啦 这是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 但是 社会上 有人骗出骗后 就说有鬼 他能为他抓鬼 要多少钱多少钱 胡说八道 这个是风水学的问题 我们要慈悲 为人 来排游解难 要用正法 就可以平安了啦 所以压梁 和这也是压梁 查得上汪 两亿压到 也不行 把横梁 树梁 都是压梁 各位要注意 即是趋吉避凶啊 陈基山维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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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位 虽然只有三尺六尺 但是已经是人生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位上 安分立破 不错 不错 所以床位 你安错了 魂不安 破不定 有如 把门从这儿进来 爬到右方 白虎方 靠墻 沖蚊 这个晚上睡不着 就会睡到地上来 我看过很多家庭的小孩子床位 我说你这个床位 右边靠着墙 白虎靠墙 白虎方门冲进来 魂也不安 魂也不定 魂魄不安定 那小孩子 起来就会很累 读书越读越差 开始反叛 越来越严重 尤其晚上 睡不着 他就会睡到 地上来 那 小孩子的爸 是小孩子的晚上 睡一睡他就睡到地上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以为有梦游 我说 被这个气冲了 人一旦睡着了 完全脑神经静止状态 因离子煞气太重 会影响到小孩子 或是大人都一样 就会睡不着 就很自然地会掉到床下来睡觉 有如这个图 这个是因为头是羊离子 脚是阴尼子 阴电 这个风 风煞气 一进来 人睡在这边 因离子过剩 舍魂就不定 魂不定 他就会落到 这碎 或是到这里睡 反而比较轻松 这个都是 但是我们人很容易忽略了 一直在那边怪孩子也不对 怪大人也不对 就是你的风水智慧知识不够 才会遇到这些烦恼 所以说是我们能够注意到 这个原则 不违背 床位 支右方 不从门口 患了这个大忌的时候 你就平安了 魂魄就安定了 就心安 就理得 身体就健康 智慧就增长啊 我会违心情事及各位失望善知识 世間的事無其不由 尤其一個人的床位 他的理論哲學千變萬化 都不理風水學 所以我常常去參觀很多的建築群的設計 展覽 或者去為信眾大抖 來觀看住家 風水 他有這一家 他床位 這個是 老人區措手 我去看他說 某某人啊 你這個腎臟 中傷腎 頭部 從措手 會去 傷頭 你這個剛好在腰 你會開刀 他說 他說 我已經開刀四次了 裡面都很難過 開刀找不到病因 就是很難過 不知道什麼原因 你這就風水學的問題嘛 風水嘛 床位 你睡著了 你的腰部 毛細孔是張開的 毛細孔張開了 我們的 毛細孔 會吸收 你都 那種 廢氣 所以 你要 開刀 把你 病 沒有辦法 醫 這一位 先生 他才跟我說 已經開了四次了 還找不到病因 我說 你把這個床位 門封起來嘛 改這樣的出處 他說 我從這樣走一個距離 好 不方便 我說 他說 你 馬上 掉下來 馬桶 會氣 衝了 你才方便 哎呀 頭腦 有問題耶 好啦 不然你就不要睡這一間 離開好了 好 後來 他接受我的建議 把這個 封起來 門開這邊 就 吻下來了 這就是 換了 床 喂 現在 把在 兩邊 不沖 錯手 文 現在很多人 因為 認為 認為 這是 迷信 結果 莫名其妙的病 一大堆 這個是 個人的業力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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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是真理 真理 真理永遠是真理 學說 所以 我希望各位 維新弟子 大家為了保護自己 大家來平安 要注意風水學的 各位維新賢士及各位輸王善知識 上天給人是平等的 順天著昌 逆天著亡 風水學即是天理 違背的風水學就是逆天 走亡 亡是死掉幸福是走亡 死掉平安也是亡 所以王善老祖開示我們要順天 順天遵天 和天祝天 達天才能勝天 我們要研究風水學 研究政法 所以風水學在我們的生活前後左右 尤其在我們的床位 我曾經看過一家大飯店的老闆 他的房子很大 臥室很大 臥室很大 臥室這樣 睡這樣 這裡前面 這裡前面就是他的廁所也很大 門開中間 我說 你的臥室啊 你的床睡這樣 你身體會很不好耶 呼吸系統會有問題 尤其你的兩隻腳 睡覺的時候 然後 毛細孔張開了 臥室的晦氣 阿摩尼亞 也像 床這邊吹過來 你在睡覺不知不覺中 你的身體就會 發生在腳步 這是在腳的前面 摔你的腳步 兩隻腳 我一上 歐巴桑咧 問他說 我們早上起來 兩夫妻要下床都下不來 兩隻腳無力 已經 兩三年了 我問他 把你這個床 睡多久了 想一想 剛好兩三年 睡這個床 之後 夫妻的兩隻腳 開始無力 這幾次風水學的奧秘耶 這家大飯店的老闆 夫婦咧 很感恩王燦老祖給他指點 問我怎麼辦 看著辦好了 你把這個門讀起來 門開這邊 也一樣 這樣來 你就會好了 如果 火車的話 你在這麼12歲 的話 腳 也會吸收到阿摩尿的 會去 一樣 有改和沒有改 一樣 好 最後一個方法 把門 換個位置 那你就會 平安自在了啦 所以 董事長 夫婦 非常感恩 原來風水學 就在身邊 風水學 就是在 我們的 日常生活 寸步不離 誤著 你會解脫 沒有誤的人 你就會受到 環境的影響 而困住了 各位微型閒事 及各位死亡善知識 上一節為各位闡述到 床位前面 衝錯所聞 換了大忌 換了風水學之大忌 床位 正前方 不衝錯所聞 各位要注意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現在社會問題 國家健保局 一直拼命的為各位 來做健保的 醫治 但是 從來沒有一位 大官員 提醒大家 你住家床位 風水學的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 我們國家的 高層官員 要有智慧 來 為著百姓 趨吉避凶 不要一直說 哎呀迷信 迷信 迷信 你再大的官 你只能保護自己 你也保護不了 百姓的煩惱 所以我也 也在這裡 非常的 期盼 政府 國家 官員 在風水 環境水上 下點良心的功夫 可以為全民造福啊 上一節我們講到 床前不要 床前不要 以廁所門相沖 這一節我們就講 為各位來闡述 床位 正前方不可 廚房之灶位 你不可衝廚房之灶位 這個兩隻腳 會起問題 會發麻 啊 曾經我們 一位 信徒 我師爐 把他床位 把一隻腳踩在瓦斯爐上 所以兩隻腳 開始虧爛 找遍所有的醫生都無效 有一天 來求助於王產老祖 我用衣服掛 一定床位有問題 所以掛沾起來 朱雀火焰 洞 來嗑 那我說 你的腳 踩在廚具上 踩在罩位上 這位曾老闆 他說是啊 我們床位 我們床位 兩隻腳 踩在 瓦斯爐上 對照神不靜 所以你的腳 會發生虧爛 趕快移開 就會好了 回去移開了 兩隻腳就好了 把這個移到這邊來 移到這邊來 那兩隻腳就好了 這集是風水學的奧秘 不得不注意啊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 祝福各位 各位維新聖教維新賢士 請各位 希望善知識 我們這一集 繼續來為各位 纏解 風水學的奧秘 風水學 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 我們每天都活在 風水裡面 寸不難移 曾經 有信徒 他很虔誠地 來到宣佛寺 跟我說 哎呀 本來老師啊 你不要只講風水啊 你講風水 不會究竟 我請問說 什麼是究竟呢 你講風水 要講活法 我笑一笑 啊 啊 當你 身體都感冒 你活法 你怎麼談 找醫生 或是怎麼樣 你也沒有辦法離開 這個結束 尤其 當你的床位 啊 啊 上面 腳 對的地方 是冷氣積 冷氣孔 那你什麼佛法 解不開 啊 孩子這樣睡得 感冒 心虎氣躁 書也讀不下 你再怎麼樣的念佛 他說 怎麼樣的阿彌陀佛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他的煩惱 那麼這一位信徒咧 他跟我說 老師啊 我今天的問題就是我的孩子 一天到晚都在感冒 三個孩子都一樣 三個孩子都一樣 找不到原因 我練了很多的燦 很多的經 很多的佛 也都無記於事 原來就是 床位 啊 上方 冷氣孔對下來 人一旦睡著了 毛細孔張開 啊整個風呢 灌到鼻子 支氣管 啊就感冒嘛 所以這一位先生 哎呀謝謝謝謝謝謝 原來風雪學只有這樣喔 你不相信 還是要相信 你不理他 還是 逃不了 所以我們這一節 要繼續為各位來殘劫 床位偏 啊不安在冷氣房的前方 很容易感冒 冷氣機的前方 很容易感冒 所以 我們現在很多家庭 患了這個毛病 還不曉得 啊我們 患到這個煩惱 不知道怎麼解 而唯一的方法 你就把床位移開 不要正面 沖著冷氣機 發著風口 那你就可以漸漸的 心安 漸漸的平安 啊孩子 也免疫 受這個感冒之苦啊 啊這個極是風水學的奧秘 各位衛星賢士 以及各位雙善知識 床位的問題 你身邊周圍 一舉一動 都會影響到 睡在床上的人 第一腦神經 第二 身體的健康 第三 情緒 這個很重要的 尤其 啊我們平常風水學 就是白虎不能動 右邊就白虎 右手是白虎 左手是青龍 青龍一高 可以靠牆 白虎 不可以靠牆以外 白虎絕對不要有冷氣機的震動 啊 常常 我們出去 看到朋友 而是信徒的家 尤其小孩子的床位 右邊 靠著冷氣 冷氣機 在那邊 呼呼呼 那個造成 小孩子的腦神經會衰弱耶 而若是在後邊 也是一樣會衰弱 所以這就是風水學啊 曾經 有信徒 把他 來到新佛室 問我說 老師啊 我的孩子怎麼晚上 都睡不著 啊 上個半夜起來叫 書也讀不好 啊 常常感冒 不知道什麼因 我家裡是不是患了因杖 啊 有鬼滅 我說你有沒有去問神 啊有啊我去問神 啊神明 指示說我的家 孩子的臥室 有陰邪 所以我聽了 就很緊張 啊就請 跟人 人來驅鬼 啊造場一樣 啊 到底不知道什麼原因 今天 我有這個因緣 我來請示張老師 啊 朋友 你去找張老師 看測試有沒有風水的問題啊 那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 孩子的臥室 床位的右邊 有冷氣機 啊是啊 很大聲 很大聲白虎洞 屬於火 我們的後腦 屬於筋 火刻筋 火一刻筋呢 腦神經衰弱 啊鼻子 常常就感冒 也說不出來 都原因心腹氣躁 三更半夜 一夜 起來跳 起來喊 弄成全家 緊張兮兮的 我要你回去把 床位給修正了就好了嘛 那 這就是像這樣 把床位 冷氣機在這裡 冷氣機在這裡 好 床位在這裡 把你這樣就白虎洞嘛 把你 把床位調 調過來嘛 你床位調到這邊來 那就不是解了嗎 那就不是解了嗎 回去囉 調好了 孩子一覺到天明 就不會再發生 那一些莫名其妙的 煩惱 不安 躁動 把這個煩惱 在冷氣機的位置 和床相當的重要 本段節目由 台灣維新世界和平促進會